因为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就是不走,不走,他们就是强势让走 6月1号被他们从方舱里面志愿者生活去给赶哥了 然后就一直在流浪,从青浦流浪到松江,从松江流浪到浦东 6月1号就到20多天了 吃饭,街上买个河饭吃 公园有个公共厕所,它那个二楼有个空旷的地方就睡在这里 这些找工作,限制方舱出来的,限制也得过样子 因为那几天加密工人还在做最少的收尾工作 当时是住了大同土,几百个人住在一起 民工里面有感染的,而我们做核散是跟他们在一起 9号、10号当时我们就有人感染 后面感染人越来越多,因为发了这些问题 我是4月12号进康,因为我们是保健人员,在里面做的工作很多 包括我们还给护士打架手,包括转移物资 能干的活,需要干的活,我们都得干 有时候每天供应量很大,4月20号感染的 但是确诊了之后,因为感染的人太多了 把我们安排在实斩的化规的一个管控区 布兰全部一连接,然后用那个扎带一绑 我们也一两块房子给我们做管控区 当时管控区面的人都住不下,都住满的 5月14号,病人越来越少了,然后很多管都关了 结束之后,然后中间就跟他们因为感染了嘛 我们就跟他们交出这些事件 管的到处找不到工作,到处不要养 甚至说养的要在家计交三个月 如果说这三个月有复养的话,那你就继续隔离 因为我们身边的人有复养两次,复养三次的 那我们就是寻求赌偿一下,就是最基本的就是 护工费,中国人社部早年他就发过这个文件 因新冠肺炎感染的医副人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他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其实就包括我们 比如说用工单位,因落实保障代理 感染人员给认定工作上,就是这个后续的保障 政策没有避养,因为我们就说是 可能差不多如果说给那个夹带就离开 上海,因为这地方也是,对你这个洋情 特别提示,我也不可能长期待嘛 所以就在外面流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